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我们Rose Only希望带给大家极致的浪漫 极致的浪漫 极致的玫瑰 包括极致的见证爱情 所以今天我们的活动现场呢 也当然请到了我们Rose Only的好朋友 让我们准备好掌声 尖叫声 欢迎我们Rose Only的品牌代言人肖战 欢迎战战 欢迎战战 今天来到我们这个造型真的 哈喽 大家好 我是Rose Only品牌代言人肖战 很高兴在这里又跟大家见面了 哇 终于见到我们战战 今天拿到这个玫瑰花 然后整个造型也是非常的清新 今天这身look是什么样的感觉 就是很清新 然后跟Rose Only非常的契合 很契合 而且跟520超契合 我感觉520已经提前到了 我们给镜头一个时间 大家可以好好地记录一下 我们今天站在拿着我们Rose Only 这是很经典的一款花盒 对对对对 它有个名字叫1314 也是我们Rose Only诞生的日子 希望陪伴大家一生一世的一个寓意 好 是不是点沉 其实还好 但是我先把它放下吧 好 我们请站在把它放到我们的台侧 然后我们就请站在落座 跟大家好好地来分享我们今天 哇 这个浪漫的 谢谢 是不是感觉还会有点 嗯 自己很喜欢对不对 对啊 因为它确实很漂亮很精致 嗯 很漂亮很精致的 我们的Rose Only的花盒 我知道这个花盒 它也是我们市面上大家看到的第一款诞生的花盒 哦 对对对对 所以它这个寓意也是非常的帅气 那今天当然我们Rose Only的代言人站站来 也要问问站站的近况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最近工作近况 最近其实就是在拍戏 对 然后不停地在沉淀一下自己 然后不停地进步一下 嗯 刚刚最近在拍一个 我知道《御古瑶》对不对 对对对《御古瑶》 这是一个古装剧 是一个古装 我看到有人说站站站又去做古人了 感觉怎么样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一次跟以往的角色不太一样 嗯 这一次是一个比较高冷的 然后有距离感的这样一个修仙之人 高冷的 有距离感 那这个人浪漫吗他 其实骨子里面还蛮浪漫的 还是会有浪漫的一个戏在 对对对对 会有 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而且我觉得 正站最近也真的是非常的忙碌 不仅仅有新的戏在拍 更重要的是还解锁了新的身份 我想大家都肯定都知道 对不对 画剧演员肖战 对对对对 其实压力很大 因为如梦是一个殿堂级的一个华语话剧 很厉害 对很厉害 然后包括他里面的每一个演员相互之间的配合 然后跟他的置景的配合 因为我记得好像有16个上下场口 所以你必须要记得他每一个的入口跟出口 所以你才能保证这样一台话剧一气合成 然后跟每个演员跟灯光去配合 然后你要把自己融到这个剧行里面 这个其实我觉得做演员应该很享受 有这样的挑战对吧 又刺激新的 对对对对对 其实是有一种高度集中的一个高度集中的注意力 在这个事情上面 因为他不允许不允许出错 对 而且我自己朋友圈里有很多喜欢戏剧的 包括有些行业内的朋友 看完这样的首场之后 他们都在刷屏的夸奖说很有层次 然后而且对人物的理解非常的深 不敢当 你自己看到这些好评也好 大家的嘉奖也好 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就是鼓励我跟监督我 还有鞭策我不停的进步 自己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给自己打几分 其实我觉得每一场都不太一样 每一场都不太一样 我觉得这个分数他没有一个很死的一个分数 我觉得是每个人的感受力跟理解力不一样的话 我觉得都不太一样 真的不一样 对手之间的交流也不一样 其实不是 我觉得是因为自己的每天的感觉不一样 然后再加上剧场其实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地方 他给予你的感受力其实也不太一样 那个奇妙是什么 能不能给我分享一下 我也很好奇 就是演员踏在那个剧场整个 其实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吧 很有敬畏感的地方 我觉得他在发光 真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会去到不同城市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而且我觉得那天武汉场有一个很棒的意义 因为它是工艺场 我看到在表演结束之后 其实很多观众那天也带了很多的玫瑰花 跟玫瑰也有个缘分 包括Rose Only你有看到吗 我有看到你花强 看到你花强了 对不对 很漂亮 我觉得确实玫瑰有这样的一个寓意 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活动叫这就是爱 玫瑰能够表达我们内心对喜爱之人 或者关爱之人的一种爱护 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这个做法也特别的很有心 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这个是爱的主题 也是我们今天Rose Only新品发布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吧 我觉得看到背后的这个玫瑰花的瀑布 你感觉怎么样 很漂亮 非常的浪漫 很浪漫 对不对 但是有这个亮点 你看到吗 瀑布的源头有一个 对 这个是新成员嘛 它是小猫咪 正在一眼就看出来了 你自己也是爱猫之人 对 小猫咪也是我们这次Rose Only的这个新朋友 到底这个猫咪 包括这个亮亮的一个灯香 也是会在我们一会儿的环节全新的亮相 真正的一个很棒的一个新朋友 但是结实新朋友呢 不忘老朋友 我们今天先在隆重介绍它之前来介绍一下 大家很熟悉入松路的朋友可能会了解到的 我们之前的两个公仔 首先第一个是它 它是谁 小兔子 对 它是一个兔子 是我们玫瑰兔也叫甜心兔 啊 甜心兔 这才第一次看到它是什么样的印象 第一次看到它 嗯 就是很可爱啊 然后抱着一个很大一素的Rose Only的小玫瑰 小玫瑰 其实可以把它理解成 抱着玫瑰呢 也可以把它理解成 因为它外壳的包装是一个 是什么形状 你看得出来吗 它爱吃的 胡萝卜 对 它是个胡萝卜形状 其实兔子最爱的是胡萝卜嘛 所以我觉得给兔子送胡萝卜 也是给它送玫瑰 就是它的爱 嗯 是不是很浪漫的一个感觉 非常 这个小兔子是我们之前给大家 哎 我想到这个玫瑰来试爱 你知道为什么玫瑰 大家都把它理解成跟爱情有关 特别是红玫瑰 这样我感觉 好像从我有印象以来 玫瑰好像就是跟爱情有关 一直都是这样 对 跟爱有关 可能这个爱的表达不一定是爱情 嗯 但是一定是跟爱有关 这是有一个很浪漫的传说故事 古希腊的时候 就是爱神维纳斯 他当时爱上了一个叫做植物之神的阿多尼斯 他对他一见钟情 于是他就一直想要跟他就是 两人共同的美好生活在一起 但是呢 这个植物之神就很酷 直到他有一天遭遇不测之后呢 这个维纳斯爱神就一直为他落泪 然后他的眼泪落到了土地里面 开出了一朵玫瑰 玫瑰花 就是红玫瑰 不对 白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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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很聪明 但是这个维纳斯呢 他的他的脚 不小心被白玫瑰的刺给割到了 于是流了血 然后这个血滴在了白玫瑰上 他就变成了 红玫瑰 回答正确 所以大家就把红玫瑰 因为他是爱神 跟植物之神的一个浪漫爱情故事而来的 明白明白 是不是有点扯这个故事 感觉不太浪漫的样子 但其实 确实古希腊很多故事 我们现在听起来都会觉得 怎么有点悲伤 但是这样的一个 历史悠久的故事传承到现在 无论怎么样 包括爱神的这个名字 都给了玫瑰增加了很多新的意义 其实是 坚真不渝的爱情的象征 可以怎么说吧 回答正确 就是无论遇到困境 逆境 挑战 磨难 我都能够陪伴着你 是这样的一个寓意 所以就有了红玫瑰代表爱的一个表达 那更厉害的是我们的Rose Only 它的每一朵红玫瑰 它都是来自一个很棒很棒的地方 叫做是厄瓜多 对厄瓜多 我相信大家现在很多了解玫瑰人 都会去知道它了 因为这也是Rose Only 这八年的时间里面 去给大家做到一个很大的推广 之前在找玫瑰的这个来源的时候 Rose Only去到了很多不同的这个玫瑰园 甚至去到了埃及 还去到了保加利亚 找了很多 都找不到Rose Only喜欢 或者说它满意的 真正就是色泽也好 质量也好 然后它就找到了这个厄瓜多尔的玫瑰 然后现在是一万朵 厄瓜多尔玫瑰才能有一朵 被选来成为我们Rose Only的玫瑰 所以真的非常的稀有 是不是值得给这些玫瑰掌声 都是人生赢家 我是谢学谢麦弄 在正在面前跟大家分享了这个 厄瓜多尔玫瑰的故事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我们这些很可爱的Rose Only的 这些公甲也好玫瑰也好 都是很珍贵的 像这个它叫什么 小熊 小熊 高白小熊 也是我们 它很可爱 我家里面有它 你家里有这个 对 你把它一般放在哪个位置 在家里 客厅 放在客厅 给进来做客的朋友 就能够第一眼看到它 对吧 对 很可爱 是不是这些很棒的一些 艺术的一些设计 包括玫瑰这样一个 这个花的一个题材 能给生活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情趣 会会会会 而且它是红色的 然后我其实最喜欢的就是红色 你自己也喜欢 对 我觉得它很 为生活增添了很多不一样的色彩 生气 对不对 生气 对 让生活变得有点亮的感觉 你有设计的角度来点评一下 这个 因为这样学设计 你也点评一下这个小熊的设计 好吧 我觉得它很有意思的点是在 他拿了一个气球 但是气球我记得是有一个笔 可以在上面写 你想说的一些话 对 可以做自己的涂鸦 好 这就是我们之前的Rose on Lee的老朋友 我们的甜心兔 很可爱的甜心兔和我们的告白熊 他们两位呢 今天要和我们一起来迎接新朋友 我们把舞台让给我们的新朋友 哒哒哒哒 我们把这个花杆也在做了一个很金属性 很多 滚 我们把把花杆也将搭起 对吧,要不要拿在手里颠一下它的这个份量的感觉 人家都是拿一朵,它直接连根拔起 而且你看这个花杆之长就很像我们Rose Only这个每次选到的阿瓜多尔的玫瑰 它的花杆要超过80厘米,才能够入选我们的标准 你猜一下这个小猫咪它叫什么名字? 它叫什么名字? 如果是你,你会给它起什么? 什么名字? 嗯,这只可爱的小猫咪 它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叫做西西 哦,西西 就是因为它在跟蝴蝶西西 哦,西西 所以是那个西的那个西 它叫西西猫 西西猫 现在不是还有很多人流行,就是当猫奴的时候我要西猫西猫 哦,那个西啊,所以是哪个西? 西西哈哈的西 对,西西哈哈的西 它叫西西猫 对,所以它是一个很爱跟蝴蝶一起玩啊 然后很可爱的西西猫的一个名字 是不是觉得摸着它的时候会感觉特别特别的治愈 嗯,很短短的有一种绒毛的一个触感 嗯,很可爱的 很可爱的 可以给它转一下 我们来听听看 哦,这首歌好熟悉 The Rose 嗯,The Rose 而且它很幸福 它也一个蝴蝶陪着它 它比 刚那个我们甜心兔和告白痴 这么一说,觉得前面有一些孤单 对,这个我们西西猫就比较幸福一点 对,但没有关系 前面的呢,就是你送给别人就是一种陪伴了 对 对的,因为我觉得去给心爱的人赠送这样的礼物 其实就是希望一个陪伴 嗯,然后还有就是给他一个 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的一种安慰 嗯,我觉得会很 让人看到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挂念 对不对 嗯,而且西西猫除了有这个音乐盒之外 还有一个很棒的水球 你要不要拿着看一下 这个也是我们很经典的一个水球系列 哎,很懂 啊,直接就上手了 啊,它这个拿的是毛线球 对,它左手拿着一个毛线球 然后右手也是在跟蝴蝶细细 然后你仔细看到没有,它里面的亮片是什么 蝴蝶 嗯,哦,对对对 是蝴蝶,在满天飞舞的感觉 又有点像这个雪花的感觉 嗯,挺梦幻的 挺梦幻的 很梦幻哈 我们桌面上这些不同的,我们的玫瑰猫的一个新的系列 也要考你一下好不好 你来用一个词来概括一下 你看到这每一个不同的西西猫的一个印象 每一个 我们先来试试 这个叫做甜心猫的不导翁球 它是个不导翁,你可以玩一下 这个没有蝴蝶 对 它是一个不导翁的一个设计 好的 它叫甜心猫,所以它不叫西西猫 有蝴蝶的叫西西猫 甜心猫 给你感觉是什么 哈哈 不导翁 嗯,可爱 可爱 好,它的印象是可爱 那甜心猫的音乐球呢 嗯,治愈 哦,治愈 音乐生会给人治愈和陪伴 这边有一个,它叫抱抱猫 它是一个可以学话的功能 然后这个抱抱猫 它还有一个很棒的功能 就是你摁它的左手的时候 它可以马上学你说话 哦 所以在如果跟自己的爱人在一旁的时候 有些时候你不好意思 你就可以讲完 然后直接让它帮你重复一遍 强调你的爱意 是不是 而且它的手感超好 这让你感受一下 嗯,啊,肉糊糊的 肉糊糊的 非常的质语 对,就是如果你在工作啊 加班的时候 身边如果没法真的养一只猫 你就捏捏它 我们的抱抱猫 你也觉得哎呀 加班也苦点累点 也开心一些 对不对 所以也推荐给大家 520的时候去拥有这个很可爱的 抱抱猫 好像这个比较治愈一点 哦,这个也 那怎么办 那音乐和换一个词 呃,温馨 那抱抱猫就是 治愈 真的,这个会给人一个非常治愈的感觉 嗯,好 那我们讲了这么多可爱的这些 我们的新款的玫瑰猫之后呢 其实我觉得猫猫 嗯,当然自己也养猫嘛 你觉得它是不是给你抱在手里的感觉 就会觉得好了 我整个人好 就是抱一抱就好了 抱一抱就好了 对,不要要求太多 就抱一下就好了 你最喜欢摸猫猫的哪个部位 比如说你会去摸它的时候 爪子 爪子 爪子,为什么 肉肉的,然后 糯糯的 嗯 很糯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 接下来这个游戏环节 真假应该完全没有问题 因为它对猫太了解了 我们要玩一个 哎,这边有道具 真真辛苦拿到您身边 我们准备了这个橡皮泥 然后要请我们这个 诶,真假今天在现场呢 用橡皮泥来捏出一个 猫的爪子 好的 可以吗 可以啊 把它捏成一个猫爪的部分 我们来玩一个叫猫爪爪 因为刚刚 张张也说这猫爪很治愈 我们看看能不能现场创作一个猫爪呢 好呀 哇 而且我们准备了什么 灰色的 红色的 白色的 粉色的 是 直接揉了起来 嗯 嗯 平时在生活当中 猫猫给过你哪些很治愈的瞬间吗 太多了吧 比如说你回家的时候 然后它飞扑过来 啊 结果你发现它只是很饿而已 哈哈哈哈 直接冲了过来 是不是 对,但是我觉得很可爱了 我觉得养小动物 无论是狗啊 还是猫 嗯 最多的是一种陪伴 嗯 我觉得是一种相互的一个陪伴 相互的陪伴 它需要你 你也需要它 嗯 而且有些时候彼此的默契也是 只有自己才懂 嗯 对吧 自己的猫猫做的一些反应啊 或者主人的一个 稍微的一个动作 猫猫就知道它 今天是开心了 还是有情绪了 都能够get到 对 嗯 而且猫爪我觉得也很神奇 就是它看起来很萌萌的 但其实它很多时候 它是能够帮猫猫做很多 就是保护自己的一些 嗯 它是一个武器来的 嗯 这比我们人类高级多了 哈哈 我们人类的手都没有那么多的功能 但是猫爪杂确实可以 哇 哎 你上一次玩橡皮泥是什么时候 哇 好小哦 小时候吧 嗯 正在在玩橡皮泥什么感觉 嗯 嗯 比我们小时候的那个橡皮泥 质量好太多 没有那么多味道 对 而且也没有那么的沾手 对 哦 对 小时候玩的时候整个手都是橡皮泥 是 嗯 好 正在已经很快速的完成了一个 哎 这个猫爪的底部叫猫爪垫吗 底部的那个 什么小肉球吧 小肉球 嗯 哇 嗯 嗯 我们一会来看看我们 站站在现场做的这个猫爪爪 它最后会是什么样子呢 我也很期待 这个 很久 你自己平时做手工吗 嗯 不做 玩一些拼装或者什么的 嗯 还好 也比较少太忙了 对对对其实还好 哇 好想吃哦 这个很可爱很Q弹的感觉 嗯 像个果冻 这橡皮泥真不错 真的吗 送给你一会儿带走 哈哈哈 在剧组的时候可以 解压 解压 其实 其实是挺解压的 好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 站站完成的这个猫爪爪 它的橡皮泥造型会是什么样呢 哒啦啦啦 很可爱 而且是这个肉肉的爪子 这个真的是很可爱很Q的一个爪子 然后上面的这个纸印也是特别的肉肉的感觉 嗯 为什么选了这样一个白底粉色的一个配色 因为就舒服 哈哈哈 这颜色搭配也很舒服对不对 对就是肉肉的感觉就很很可爱 啊 啊 好大家可以隔着屏幕开发一下 然后我们把这个好好的珍藏起来啊 嗯 然后剩下橡皮你都可以带走好不好 好的 到时候给你打包 好我们今天跟大家现场 嗯 除了要揭晓 揭晓我们肉松里的全新的好朋友 也是我们的这个 啊 嘻嘻猫这样的一个公仔的形象呢 嗯 今天还有特别浪漫的事情是关于猫和玫瑰 我们有 其实有很多之前的文字的表达 关于这样一个浪漫的告白 嗯 我们特别征集了几句三行情诗 今天要现场呢 请我们的肉松里代言人肖战帮我们来念一念 哇 看看 好 战将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演绎他呢 好的 可以对着镜头帮我们演绎一下 好的 好的 第一个 请诗是 我有猫咪 还有玫瑰 跟我走吗 这是第一个 我有猫咪 还有玫瑰 跟我走吗 哇 这样的人应该会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 还是一个很浪漫的人 很浪漫的人 然后第二个 好第二句 陪你看花海 一猫两人 三餐四季 你和我的 Rose only 哇 陪你看花海 嗯 一猫两人 三餐四季 哇 这个好棒啊 一猫两人 三餐 一二三四 三餐四季 然后你和我的Rose only 嗯 不错这句 好第三个 如果可以我要一直猫在你心里 哇 这猫是动词的那个猫吗 是吧 是是是 就是猫猫 就是猫猫 变成了动词 是西猫的猫 哦 如果可以我要一直猫在你心里 嗯 哇塞 这三句能不能选一句用重庆话给大家念一下 哦 最后一句好不好 我觉得第三句很可爱 哈哈 好 如果可以我要一直猫在你心里 哦 哦 我觉得520如果听到这样的话 应该会非常非常的甜 除了刚刚我们这个 这个三行情诗 我觉得是520一个很好的一个礼物之外呢 今天在我们的这个身后啊 在我和正在身后 嗯 这个你应该之前见过我们的这个甜心兔的 对对对 今天我们 我不知道镜头能不能给大家take到 这个是我们的高定的西西猫系列 也是非常非常辛苦 请我们的花艺师 这个大概是要请六位花艺师一起来 而且他们要可能工作一个星期 才能完成这样的一个1米2 这个是1米2 然后这样你左手边呢 这个是一个30厘米的 嗯 一个我们的高定的一个玫瑰猫 所以这样的一个 嗯 我觉得是一个高定的艺术品了 对对 你看到什么样的感觉 看到它 挺震撼的 是不是 哈哈 我觉得花艺师真的也是在 非常的辛苦 对吧 在这个艺术和玫瑰的领域里面 做到了一个极致 嗯 真的去研究它 然后你看它身上的这个 这个每一个 嗯 应该说骨骼肌肉 都是由这个 我们肉松里的 阿瓜多尔的这个玫瑰来组成的 嗯 是不是很帅的 非常的治愈 很治愈 非常的治愈 如果你有一个这个 你会把它放哪里 哦 好大 好大 这个放哪 先找到这么大的地方 放再说 好了给放起来 因为确实这样的一个 我觉得收到应该会超级开心的 哎 除了刚刚这几款 像我们的音乐盒啊 水球啊 很棒的这个西西猫的新款之外 我觉得这个也很棒 嗯 你看它是一个中照的一个概念 很复古的感觉 很有质感 而且这个大小是不是也很适合放在写字台 或者是如果家里有开店的朋友可以放店里面 就是啊 收音台 收音台 因为很多人把猫当张才猫 对不对 然后也很可爱 然后它又能够带来这个很治愈很轻松的氛围 嗯 这个中照的这个西西猫 我觉得也很推荐给大家 哇 真的所有的猫摆在一起就可以 我们一起学猫家 一起喵喵喵喵喵 就很有这个氛围啊 让生活变得更轻松更愉快 更加的浪漫 嗯 刚刚桌面上是不是都讲了 我们的水球 然后我们的音乐盒 然后还有我们很可爱的 哎 对了 我们其实我觉得肉松了一个很棒的一点 它不仅仅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探索新的 包括这个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西西猫 它也一直保持一个初心 一些经典款 对 一些经典款它一直能够陪伴我们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两个很经典的 哎 在这里 我们的水球系列 先是第一个 哇 很熟悉对不对 嗯 但是又有一些新意 这个站在里面是什么 这个水球的里面 就是这个礼盒嘛 对啊 就是刚刚正然进来的时候 手上拿着手捧着1314礼盒 刚刚我也讲了这个礼盒 这个礼盒是我们肉松里在品牌创立的时候 第一个也是打造给大家第一个花盒 嗯 所以它非常非常的有纪念意义 你可以近距离观看 它上面有写着刻着字在花盒上面 看得清楚吗 嗯 嗯 肉松里1314 对 肉松里1314 所以这样的一个形式 也是我们品牌的一个保持出心 误望出心 永远记得第一个花盒是怎么打造的 而且1314这个寓意也特别棒 今天特别把它放到了一个水球里面 我觉得这个花盒它虽然很漂亮很新鲜 但是有一点遗憾 它可能不能一直 因为是鲜花嘛 不能一直放在家里 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放到我们的水球里面 它就可以一生一世的陪伴我们了 对吧 是 然后这是我们这个水球的花盒系列 然后这边是我们的也是很经典的 玫瑰星球 嗯 要不要晃一下看看它这个 星球元素 对 星球元素 哇 感觉有一个浩瀚的宇宙 对 整个宇宙围绕着这个浪漫的玫瑰星球 上面还开着玫瑰花 嗯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给你一个机会 选一样东西放到宇宙中 交给外星人 代表我们地球的文明 你会放一个什么东西 啊 我会放一个 我会选一个什么 是吧 我会选一个什么东西 我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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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4的礼盒水球吧 哦 把这个水球放进去 让它看到我们这个美丽的玫瑰花 对对对对 对不对 非常经典 很经典 而且我觉得应该也很适合在520的时候 然后收到这样一个玫瑰的玫瑰花盒的水球 而且里面有1314的玉逆啊 太棒了 所以今天我们再次隆重的介绍大家 在我们桌面上的我们全新的Rose Only的这个西西猫的玫瑰猫系列 新的公仔 接下来我相信他会进入到很多人的生活当中陪伴大家 就像詹然说的一样 心爱的人 可能看到他的时候 就会想起是谁把他送到你身边 所以大家也可以在我们今天这个特别的时机 然后来认识和欢迎他来到我们的Rose Only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请詹詹一步到我们这个玫瑰瀑布的另一头 我们准备了不一样的惊喜 来我们请詹詹到这边 好 邀请 请罗座 哇 这里又是我们这个Rose Only的经典系列了 这个是不是看到很多我相信大家在我们Rose Only的熟悉的朋友啊 都会经常看到它是我们的12星座系列 每个都很漂亮 每个都有不同的颜色 嗯 而且也会发出很悦耳的声音啊 嗯 詹詹你记得你的星座是哪个颜色吗 是哪个颜色 对天秤座 天秤是哪个颜色 考你一下天秤座 天秤座的一些特质 你觉得会跟哪个颜色像 猜一下 我提示你一下 就比较神秘一点 然后有让人想要去守护它 这样的一个颜色 守护它 就在我的桌面 就在我们的桌面上 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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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还 再要再神秘一点点 红色很近了 那红色的旁边这个颜色 它是什么颜色呢 紫色 紫色 哦 就是紫色 原来天秤的 守护色 哦 是紫色 拿着它守护一下感觉 感受一下紫色的力量 好吧 虽然我本人最喜欢的颜色是红色 自己很爱红色 对不对 它这里应该有写着天秤座的英文 嗯 所以 当然这也是我们这个 柔松里给大家分享的 但我觉得 就像詹詹一样 我喜欢红色 我也可以拥有红色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啊 或者你的星座啊 来做这样的一个选择 那其实 讲到天秤座 天秤座有很多大家固有的印象 你觉得你是标准意义上的天秤座吗 其实我不太像天秤座 真的吗 不太像 就是纠结啊 或者说 你觉得你是纠结的 我不是纠结的 你不纠结 因为天秤座别人说会摇摆 好像会有一点 但是 但是我有一点很像 就是会想去把握住一个平衡 哦 天秤 天秤的一个平衡 会会会会 这是你会有的一个特点 那有人说天秤座是非常优雅迷人的星座 我觉得你是 我觉得看人吧 这个 也会有这一面对不对 嗯 会吧 会吧 而且有人说天秤座适应力极强 你适应力怎么样 我觉得也看人吧 哈哈哈 就每个天秤座还是有不同的 对对对 因人而异 嗯 所以今天我们也除了有这个新作的 永生花的花盒之外 刚刚看到有这个 mini size 然后这边也有 比较大一些的花 这样可以看一下 对 这是比较大一些 同样它也是会 发出很悦耳的音乐声音 嗯 你听听这是什么歌 还是那一首 哈哈哈 还是The Rose 我在想我们Rose Only 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 跟这样有个合作的音乐 一起做一个很棒的melody 然后这边还有两个很经典的 是我们的水滴系列 嗯 嗯 水滴系列它有一个很棒 你喜欢红色给你看一下 对 它除了造型上下 大家可以看 是一个水滴之外 而且也是12星座不同的颜色 它更厉害的是 它把两个放到一起 这样可以试验一下 它会有这个吸力 哦 它可以 哦 是 然后把它再倒过来的话 它是一个什么图案呢 陶星 回答正确 倒过来就是一个完整的爱心 所以 就像如果大家52年的时候 跟自己心爱的人 就可以不同的星座 然后把它放到一起 倒过来就是一个完整的爱心 也非常非常的浪漫 哦 非常的浪漫 真的超级会的 如果送人要送这样的东西的话 接下来我们要跟詹佳玩一个互动游戏 刚刚我们讲到 12星座呢有不同的这个花语 就好比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天秤座 哎天秤座的花语 我们来猜一下好不好 我们就有个连线的题板 这里是12星座 我们不用每个都连啊 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连 限连天秤座 啊 你觉得他的花语是什么 有不同的 你刚刚都说优雅了 那就优雅了 真的 这里有 我猜的 我不知道 我猜的 所以你觉得天秤座应该是优雅迷人 应该吧 嗯 回答正确 哎哎在这 天秤座 是 水瓶座 因为 你知道谁是 Rose Only Rose Only的生日 对的 因为 当时是在我们 这个 2013的1月4号 1314嘛 真的好浪漫啊 就在这一天 Rose Only诞生 然后他就 做了这样一个 一生一世的承诺 所以 他就是水瓶座 那你觉得水瓶座是什么样的 花语 水瓶座 你来猜猜看 我给你念一下 精致细腻 深情专一 热情多变 自由纯粹 其实我觉得都很像Rose Only 就是我觉得 都有 所有的描述都很像他 好难啊 这道题 那像水瓶座的是哪个 我给你 剧透一下 水瓶座它 我觉得 我身边有很多水瓶座 他是那种抓不住的人 就是他天马行空 很自由 所以自由就有两个 一个是自由纯粹 一个是理性自由 理性自由和自由纯粹 你觉得是哪个 我觉得两个都很像 我觉得这题真的挺为难 我们这样讲的 这个可能星座大师都不一定能打上 你猜一个吧 梦一个 那就理性自由吧 理性自由 回答正确 对 理性自由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蛮像我们Rose Only 你看他在找花的时候 找厄瓜多尔的玫瑰花 他多理性 非常的理性 他找遍全球 他都挑剔 就是觉得这个不OK 这个不满意 直到他遇到厄瓜多尔的玫瑰花 他才认定是他 这就是很理性 但是又很自由 他每一个设计 你看我们桌面上 刚刚的陈列上 他都无据于任何的形式 嗯 嗯 而且还有不同的公仔 对对对对 你觉得你是一个理性自由的人吗 我觉得我是一个 自由纯粹的人 我觉得都有 你也有理性自由的一面 我觉得这上面都有 哈哈哈哈 所以我们在花游是假的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认真把游戏玩 我们再来一个好吧 现在的月份 现在是金牛月嘛 我们可能有很多金牛月 要马上要过生日 或者今天正过生日的宝宝 金牛座 你觉得是什么特点 金牛座 嗯 金牛座 金牛座 我觉得是抠门 哈哈哈哈 不要打我 大家讲到金牛座 第一反应就是觉得很爱情爱财 比较会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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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理财的人呢 一般都比较的 专一 为什么 理财的人为什么会专一 非常非常的有 有头脑 然后非常的 会去管理 所以他一定是一个 嗯 很专一的人 很认真的 很认真的人 他对钱也认真 对自己的感情也认真 好 所以正在觉得是 深情专一 深情专一 嗯 我们来看一下对不对呢 回 答 正确 深情专一 哎呦 恭喜金牛座的朋友们 这个现在是金牛座 现在是金牛月 所以大家就是认准了 好我们就连这三个吧 这个是我们今天一个小测试 所以大家自己是什么星座的 可以去对号入座 寻找你的花语 然后我们今天也是呃 希望大家去呃 分享到这样子的一个浪漫 我们属于肉松里 给所有十二星座的朋友们 准备不同的颜色 然后不同的花语 我觉得也是在520跟你心爱的人 去表达爱意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哈 好那今天我们除了有这样的一个不同大小的音乐盒之外呢 我们还准备了一个给十二星座的祝福信件 我们同样要请我们代言人肖战来帮我们念一下 好不好 嗯 请站站帮我们来打开 看看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告白呢 好 请麻烦对着镜头 谢谢 好 你好 我是肖战 在这个无边的宇宙中 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颗属于自己的小小星球 守护着内心肆意绽放的玫瑰 好好享受生活吧 这是我们的天分 也是对自己的责任 Rosolin品牌代言人肖战 哇 这段话其实大家可以去细评一下 我觉得里边有些话还挺打动我的 就好比刚刚那句好好感受生活吧 我觉得这个是现在都市人真的是要去 对 对对对 你自己怎么理解 我觉得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工作当中 还是不要忘记生活给予我们的那些很细微的美好 嗯 好好的享受生活吧 这是我们的天分 可能我们在年纪很小的时候 那真的是在享受生活 每天就是跟回家吃个很简单的饭菜啊 然后放学跟朋友同学一起在这个操场上跑奔跑 或者跑回家 嗯 看着夕阳就觉得那时生活很快乐 很纯粹对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现在慢慢的工作压力 大家就会有一些改变 对 嗯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真知的祝福 让大家享受生活 嗯 不要再去内卷了 对对对对 因为压力太大了对吧 很多上班族压力真的好大 所以也祝大家这个5201到来的时候 都能够好好的享受生活 然后感受到生活当中 包括周遭像一朵玫瑰啊 这一滴雨滴 然后给我们生活带来 包括一首美好的音乐 给我们带来的这个 嗯 很浪漫的回忆啊 好 再次谢谢我们今天成长来到我们 肉松驴的新品的发布的活动现场 跟大家做这样的分享 然后也隆重给大家再次介绍 我们这次跟大家隆重推出的 肉松驴的新品 我们的西西猫的公仔系列 然后包括很多经典款的十二星座 还有我们的水球系列 嗯 别忘了我们的老朋友 甜心兔跟告白熊 是的 都不要都把他们都陪伴在我们身边 一直长长久久的陪伴我们 嗯 那最后我们也请珍然给大家送一个祝福吧 520马上要到了 有什么样的 嗯 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然后也希望大家在520的这一天 幸福美满 啊 幸福美满 真的是有心了 而且我觉得520是 我们刚刚说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 这就是爱嘛 嗯 其实爱就是像刚刚珍然说的一样 爱有很多种 它可能是给自己心爱的人的一种关爱 嗯 也可能是给身边朋友啊 家人啊 这样的一种 嗯 爱意的表达 更重要的是 也有可能它是我们对生活 对梦想的一种热爱 嗯 我们希望把这样不同的爱都能够表达出来 跟你爱的人去表达 然后在520这一天 借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日子 去感受幸福 让大家都每天都很有幸福的感觉 谢谢 这些赞赞的祝福 那我们也祝赞赞接下来的工作生活都顺顺利利的 谢谢 然后每天都有像我们今天这样浪漫的一个氛围的陪伴哦 嗯 到来哈 最后也要特别提醒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肉松林的新品系列呢 已经立即上线了 所以大家如果有喜欢的 会要为你心爱的人准备520的礼物的话 就可以进行选购啦 最后也提醒每个在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们 都能够在我们肉松林的陪伴和守护下 预祝大家度过一个浪漫的520 这就是爱 我们下次再见 神秘 炙热 可爱 炙热 浪漫有千万种表达 每一种 都因你耀眼 柔松林 为爱告白 就在此刻